有機化合物是什麼? 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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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什麼叫做有機化合物 有機化合物是這樣的 早期科學家們 他們有一種想法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認為說 有時候 我已經知道有些東西 它的組成元素是什麼 譬如說像葡萄糖 葡萄糖就只有三個元素 碳、氫、氧 可是當我把碳、氫、氧三個擺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居然做不出葡萄糖 我明明有元素了 我有碳的喔 我也有氫的喔 可是我就是做不出葡萄糖 不是不夠 也不是運氣問題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我們會做不出來 所以他們最後呢 有一種半放棄的念頭 他們認為說 有一些物質 只有生命體 才製造得出來 所以他們把這種 只有生命體 才可以做得出來的東西 叫做有機化合物 所以像是什麼呢 紙張、樹皮、樹葉、豬肉 可能屎尿之類的這些東西 都被當作有機化合物 對不對 所以呢 反倒是什麼呢 不需要經過生物體 就有辦法製造出來的 像什麼呢 石頭、金屬、鋼鐵這些東西 就算是什麼呢 無機物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想法 是這樣子 那呢 當然了 問題來了 雞會生蛋 對不對 那雞蛋的蛋殼 算是什麼 以以前的定義 應該叫做有機 所以呢 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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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應該算是 有機 可是呢 大理石 應該算有機 應該算有機 對不對 可是他們是同樣的東西 對 可是他們又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是不是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呢 後來這些科學家 就想了一個 就 跳在這個盲點中 跳不出來 所以知道呢 有一個德國科學家 叫做什麼呢 烏拉 這個烏拉 在實驗室中 合成了尿素 那呢 尿素長什麼呢 的樣子 尿素長這個樣子 怎麼辦 N H2 H2 CO 尿素長這個樣子 結果呢 尿素這個東西 以前只有在生物體裡面 才有辦法製造得出來 才有辦法排出來 結果呢 它居然在實驗室中 都製造出這個東西了 所以它推翻了什麼呢 只有生物才有辦法製造 有機化合物的說法 所以實際上呢 新的定義就定義為什麼呢 你只要含有 炭元素的化合物 我們都可以把它稱為 有機化合物 我們都可以把它稱為有機化合物 OK嗎 可以理解嗎 所以在這裡呢 可以記著抄 我們說 所以呢 從這裡開始呢 我們發現了 我們以前是不是把 物質 分成兩大類 一類叫做什麼 一類叫做 混合物 一類叫做 純物質 所以混合物跟存物質 最大的差別 就是分子結構 一個是單一分子 混合物是多種分子 所以存物質 我們又把它分成兩類 一類叫做 元素 所以元素就是什麼呢 單一原子所構成的東西 我們叫做 元素 另外一種叫做什麼呢 化合物 所以呢 化合物就是什麼 多種 原子所構成的 東西 對啊 所以化合物我們在第三單元 電解質 我們把化合物分成兩大類 哪兩大類 電解質 跟 非電解質 可是在這一個單元 我們要把化合物分成什麼呢 分成 無基 跟 有基 所以呢 所謂的無基 就是什麼呢 無基就是 沒有 碳 而有基呢 就是 有碳 OK嗎 可是呢 所有的有基化合物裡面 他們呢 又找到了 什麼呢 三個例外 他們把這三個東西定為例外 所以哪三個東西呢 記起來 第一個 碳本身的 氧化物 所以 一氧化碳跟 二氧化碳 什麼意思 它雖然有碳 可是它算不算有基 不算 不算 所以呢 它是有基裡面的 另外 OK嗎 為什麼它不是 對啊 為什麼它不是 我們定義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定義 它不是 為什麼 怎麼定義 怎麼定義 我們要寫科學家 來 這麼說好了 有些時候 你們 在這裡 我們說 為了定義 我們很難去 了解科學家 當時他們想要定義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 我們把它排除在外 主要是因為這些東西 它很難再做出其他的排列組 這個後面你們就會知道 它很難再做出其他的排列組 所以 一般的有機是可以再做其他組 對 一般的有機可以再做其他組 對 所以呢 來 所以 其實呢 像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它其實 引合來講 它是什麼呢 有機化合物裡面的例外 所以它是無機物 那 第二種 有碳 可是呢 卻被我們當成無機物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 碳酸類的化合物 不每次碳酸鹽 大概是碳酸本身 它們 也是屬於 無機物 OK嗎 所以有三個例外要有 所以呢 這個也是例外 所以呢 來到第三個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Cm2 這個東西是 氫化物 氫化物呢 它也是什麼呢 它也是例外 所以氫化物有沒有看過 名偵探Kona 有 來 Kona裡面 最喜歡拿來殺人的化學藥品 對 化學藥品之後就是它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怎麼講 對 對 所以吃下去就會眼睛真的大大 然後嘴巴張開 然後吼出來 啊 然後就死在它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烏七八黑的人 在那邊 嘴一笑 對不對 名偵探Kona 不是都這樣的話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沒有 看過 那時候我看到桌 看到桌 OK 好了 所以我們說呢 這三個東西呢 其實原本來講 它是屬於什麼呢 它是無機物 它是無機物 好 好 那 主要呢 基本上這三個 好不好 主要是基本上這三個 好 好嘞 那呢 碳酸這裡的話 我當然還有一個碳酸青根也算 碳酸青根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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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碳酸青根也算 碳酸青根也算 好嘞 所以這幾根不聽光 很快的 就把它過去 怎麼 很快的lasse 就好了 所以我們說呢 以新的定義而言呢 我們只需要這麼說 你只要含有碳的化合物 我們就把它叫做有機化合物 但是只有三個例外 第一個碳的氧化物 再來碳酸根化合物 像碳酸鈣、碳酸氫納 其實碳酸氫納應該嚴格來講 算是碳酸氫根的化合物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氫化合物 Cm-Fu 所以我們說有機化合物 跟無機化合物呢 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有機化合物它一定有含碳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 含碳的化合物 最困難的就叫做無機 那我們有機化合物它最特別的地方 有機化合物的種類呢 很容易就超過百萬種 可是無機物呢 大概只有幾千種而已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後面就會來講到它 那我說有機化合物它的 溶點比較低 而且很容易就燒起來 那無機化合物呢 在水中溶解度比較大 而且水容易導電性 比較好 那有機化合物其實 蠻多都是不溶於水的 OK嗎? 有機化合物蠻多都不溶於水 所以像我們生活中 常常遇到的食物啦 還有一些衣服啦 塑膠啦 這一些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 有機化合物 而且呢 有機化合物呢 它的主結構呢 一定是碳 然後呢 再來第二 常出現的就是氫 還有一些會有氧 還有蛋 零流 乳素這一些東西 所以呢 這些呢 也是屬於有機化合物 拼圖中的其中一塊 有機化合物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判斷它 好來 那呢 有機化合物的判斷呢 我們呢 其實一般常用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做 甘六方 那 來 那我們呢 先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甘六方 來 那甘六是這樣子 我們呢 首先呢 先找一張 鋁箔紙 那這張鋁箔紙 找來要幹嘛呢 要來捲東西 那捲住什麼東西呢 捲住我們呢 等一下要拿來燒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可能會拿 可能會拿一根竹筷子來 擺在這裡 所以竹筷子包在這裡之後呢 接下來幹嘛勒 接下來就 沒有啦 要把它捲起來 所以捲起來之後呢 一端把它 閉口一端開口 然後呢 捲好之後呢 再把它拿去酒精燈上面開始燒 就開始燒 對 就開始燒 然後你就一邊燒 一邊加熱 接下來你就會發現 這裡呢 會冒出一些什麼呢 因為一端開口 一端沒開口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冒出一些 煙 然後呢 如果你很白目的 拿什麼 拿來打下去 加熱這裡的煙 這裡的煙 還可以再燒起來 很妙喔 有火 對啊 不是因為有火 是因為這些煙 具有什麼性 可燃性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個 它的氣體的部分 會有三個 具有可燃性的氣體 第一個 氫氣 還有什麼呢 液氧化碳 還有 夾 那當然也有 不可燃的氣體 像什麼呢 水氣這一種東西 OK囉 所以呢 我們呢 這樣子烤一烤 烤一烤 烤到後面呢 它的煙呢 冒的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接下來幹嘛呢 再把它 Open 所以Open之後呢 它變黑色的 它會變成一根 一七八黑的東西 那這一根 一七八黑的東西 就是 水 再拿來燒 還是燒得起來 所以這一根 烤七八黑的東西 可以嗎 這個 固態的東西呢 是什麼呢 就是 碳 除了碳 還是碳 沒有別的東西 可是呢 我們會發現到 它底下呢 因為我們一般 捲起來對不對 所以捲起來的那一邊呢 會有一點點 液體的東西 而這一些液體呢 黑色的液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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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一些 比墨水還堵的東西 這個黑色的液體呢 是焦油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 來爸爸會抽煙的幾個水 曾經 曾經會抽 你看 那個煙啊 其實有分所謂的濃煙蛋煙 那這個濃煙蛋煙其實就是 插在 這一包煙裡面的 那個焦油 煙焦油含量有多少 所以呢 煙焦油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呢 你把煙草拿來燒 燒到最後 剩下的那些液態 也是什麼 焦油 所以你吸到肺裡面 它就會卡在你的肺裡面 出不出來了 就出不了 然後如果它的顆粒夠小 它還可以直接 進入到你的血液循環 然後就會塞出你的血管末梢 然後接下來 你就可以去拍巡禮的廣告 你怎麼沒幹去 對 血管末梢會被塞出 然後如果塞出男性的重要部位的話 你們就會看到那個 7-11賣的煙啊 那個煙盒上面都有一些 性功能 吸煙會導致性功能障 的那一種 所以就是 那個地方 回血管塞出 所以呢 除了呢 金蕉有這個東西 有這個 壞處以外 其實它還有更多壞處 治癌這個不用講了 塞在血管末梢這個不用講 塞在腦部就是很重 塞在心臟或心肌梗塞 對啊 我覺得都會死的 對啊 只是最怕的是那一種死不了的 他好痛苦喔 對啊 你真是想啊 用空 結果呢 變植物人 沒有到植物人那麽可以 用空 然後呢 右半身不能動 對 只有左半身可以動 所以你要用你很有力的左半身去托你的右半身去走你 所以呢 除了一件膠油以外呢 如果我們拿藍色的濕的十尾柿子 粘在這個上面 我們會發現它還會變成紅色 所以代表裡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性的 所以經過後來科學家研究呢 他們知道了這個東西其實是什麼呢 酸 對 這個東西像是 素酸 而且呢 有沒有發現 這一堆東西 其實燒到最後最根本的東西就是 汗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呢 像這個方法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甘六法 甘六 所以呢 什麼叫做甘六法 甘六法其實就是 隔絕氧氣的加熱方法 OK嗎 隔氧加熱 隔氧加熱 那呢 使得裡面的物質 分解掉 散掉 跑出來 OK嗎 所以呢 這一種我們叫做隔氧加熱 那如果你在有氧氣的情況下加熱 它就在幹嘛 燒起來 對不對 OK嗎 所以呢 如果你把紙張拿去甘六 你們覺得紙張最後甘六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東西 還是碳 還是碳 OK嗎 紙張乾熱到最後的結果還是碳 所以像呢 烤肉的時候烤到最後 會怎麼樣 燒灰搭 所以燒灰搭 代表肉的 主要成分 最後 裡面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碳 你中科姐有沒有用烤過肉嗎 你野炊的時候 要烤肉 對啊 然後那個飯呢 如果煮得太誇張 太過頭 就會變成 燒灰搭 對不對 連鐵板麵 也會燒灰搭 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不管我們所認知到的 不管是糖類還是蛋白質 其實它們都是什麼 有機化 所以如果煮過頭 最後都會 炒回它 所以呢 在這裡呢 甘六呢 它這個方法呢 其實也是我們人類 長期以來做木炭的方法 所以啦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一種東西叫做竹炭 有沒有聽過竹炭 竹炭 那竹炭是什麼呢 竹炭就是把竹子 砍下來之後 一解一解 然後把它丟到窯子 不對 這個感覺有點怪怪的 就是一個窯 對 因為窯子好像是 妓院的另外一種說法 對 所以把它丟到窯裡面 然後丟到窯裡面之後 就把窯封起來 然後呢就開始燒它 開始加熱它 所以這一些竹子呢 到最後就會變成 一根一根的竹炭 然後呢 在這些竹子 進行甘六的過程中 它滴下來的那一些汁液啊 就會叫做什麼呢 竹醋 不是竹炭水 那會叫做竹醋 那個東西可以拿來幹嘛呢 可以拿來驅吻 所以之前有一陣子 台灣大概在前五年吧 五六年前 有一陣子很流行竹炭類的產品 喔 對 應該有印象 然後現在就對流行 現在還是什麼 還有年前 畫有些 差不多五六年前 然後什麼竹炭瓦啦 竹炭纖維啦 竹炭水啦 竹炭水啦 那竹炭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好處 因為它是屬於多孔性的材質 它的洞很多 比各位好多 那竹炭的洞其實很多啦 所以呢怎麼樣呢 當它水分流過去的時候 它可以把水裡面的雜質 完結下來 OK嗎 所以呢 竹炭它其實也是一個 蠻不錯的過濾材料 所以呢 有些人就會把竹炭當作什麼呢 活性炭來用 或者是直接擺在家裡說 它可以吸附空氣中裡面的一些雜質 好 是不是這個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呢 回過頭來 來看一下洋藝聖的幹六 所以幹六呢 來這裡 重點畫一畫就好 所以呢 幹六呢 實際上呢就是怎麼樣呢 隔絕空氣 隔絕氧氣 是木頭中的有機化物受熱分解 而且分離出不同沸點 或不同溶點的有機化物 所以呢 你用竹塊呢 把竹塊呢 用鋁箔包住 一端旋頸 另外一端 不懸頸 一端懸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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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端懸頸不懸頸 然後用乾口夾夾 然後就去燒它 然後我之前有學生呢 燒什麼呢 燒頭髮 他把他的頭髮包起來乾溜 然後乾溜之後出來的味道 很臭 很臭 為什麼會很臭 因為他沒洗頭 不是沒洗頭 來 實際上是 木頭這種東西 它基本上是碳水化合物比較多 對不對 可是頭髮是什麼 蛋白質 那蛋白質其實比 什麼呢 比糖類 比纖維素的這種東西 還多了硫還有蛋 所以等於說 它加熱的過程中 它很容易就會變成 帶有硫的化合物 或帶有蛋的化合物 所以那味道會很臭很可怕 所以呢 在這裡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加熱過程的產物呢 它其實會產生很多東西 但是呢 具有可燃性的 有什麼呢 有氧化碳 氫氣 還有甲烷 那也有 不具可燃性的二氧化碳 或者是 水氣 OK喔 二氧化碳 加水蒸氣 也有可能在這裡 所以呢 如果我們不把 煙霧呢 燒起來 而是直接把它收集起來 用氧化雅菇柿子去測 會發現氧化雅菇柿子會變紅色 藍色氧化雅菇會變紅色 所以代表它冒出來的煙 裡面其實也是具有 水蒸氣的 OK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那這些液體呢 乾溜完之後呢 它底下渣渣的那些液體呢 會發現它是黑色 而且有臭味 所以這是什麼東西 黑色有臭味 這個就是 醃膠油 就是醃膠油 那呢 如果我們用濕的藍色水位柿子去測 會發現 藍色水位柿子會變紅色 所以 其中呢 是酸吸物質 這個酸就是什麼酸 醋酸 OK嗎 所以最後呢 攤開來鋁脖子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木頭就變成不起碼黑的東西 所以呢 它是純度非常非常高的 坦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呢 有機化合物呢 有機化合物的第二種 有機化合物的第二種設定方法 有機化合物的第二種設定方法 叫做氧化還原法 那呢 因為我們說有機化合物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碳 對不對 所以碳的活性其實還不小 對吧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可以幹嘛呢 我們可以把 有機化合物 譬如說我們拿糖粉 或麵粉 把它跟氧化銅擺在一起 加熱 所以呢 我們把氧化銅跟麵粉 混完之後 放到攝管裡面 而且直接加熱 那加熱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它會有一些氣體的 所以這些氣體 如果跑出來之後 你直接收集它 你也會發現 裡面也是有水的 為什麼 因為麵粉 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對不對 所以它分解完之後 還是會有水 可是呢 當你呢 把這些氣體 通入橙青石灰水之後 你會發現 橙青石灰水會幹嘛 會變軸 所以代表裡面的碳怎麼樣 氧化掉了 對不對 所以最後呢 你把這個氏管的東西呢 打開來 把粉末倒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呢 除了烏七媽黑的雜 還有麵粉沒被燒掉的 白色的粉末以外 你還會發現 有一些紅棕色的 亮亮的金屬 就是什麼 紅 紅怎麼樣 被還原回來了 OK嗎 好 好 那在這裡呢 有幾個實驗的小細節 這個實驗其實有點危險性 所以來這裡 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說 加熱氏管的時候會怎樣 加熱氏管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 層青石灰水會變軸 所以代表裡面有二氧化碳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來 當我們呢 層管要停止加熱的時候 要先做什麼事情 要先把這個 水 這個水管呢 從層青石灰水裡面 撈出來 為什麼要撈 因為你不撈的話 你這個火一熄掉 裡面的空氣就會幹嘛 冷卻 對不對 冷卻體積就會收縮 它就會把 神青石灰水抽上來 那抽上來 你這一根飾管還是燙燙的 對不對 和水溶冷的 一上來 一碰到 就會幹嘛 噢 就會電掉 就會爆掉 所以呢 為了安全情建 基本上我們會先把管子 從水裡面撈出來 接下來才會進行 熄火的動作 OK嗎 好 所以呢 在這裡呢 這要對決之道 所以我們會發現呢 欸 原本黑色